今年首四个月 在六祖的崇拜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个系列 就是关于阿伯拉罕的信仰的人生 一个系列的讲解 而今天就是进入第一讲 在第一讲 我们进入阿伯拉罕的经文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些背景 阿伯拉罕说名之前 其实他就叫做阿伯兰 这个名字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二十六节第一次出现 在上文十一章 是第十节 去到第二十五节那里 也都记述了罗亚的仔 《闪》的家谱的资料 而这个家谱的人名 其中一部分 你再看前文 《创世纪》第十章 二十二至二十五节那里 也都有记载到的 而这一段的经文 是记载到 《闪》去到阿伯拉罕 总共有十代 是有十代的人 而上文 洪水的发生之前 就是由亚当 就是最开始亚当 去到罗亚 总共又有十代 就是有两个十代 在这两个十代里面 都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当然就是亚当 他就是人类的始祖 在这个第十代的一个开始 第二个的人物就是罗亚 他就是在洪水之后 仍然存留的新的一代 他没有被洪水所灭 这个就是第二个十代的开始 而第三位 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港道的 那位的主角 阿伯拉罕 他被神来到去拣选 成为大国 是以色列人的始祖 从这三个重要的人物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恩典 宽恕 慈爱 和拣选 从创世纪第一章 到第十一章那里的记载 神做了亚当 为要的目的 就是来到去 和人来到分享他的爱 和人建立和谐的关系 但是很可惜 人犯了罪 得罪了神 并且真是得罪到一个地步 要神来到去 用洪水来到去灭人类 但神仍然对人有欢恕和慈爱 特别是存留了罗亚一家 得已避过死亡 直至去到巴别塔事件 人因为骄傲 想拥有和传扬自己的名声 于是就被神来辩论口音 他们就不能继续造这个塔 于是神继续选闪的后裔阿伯拉罕 作为招聚神国的子民 成为万国祝福的一个新的开始 究竟阿伯拉罕他怎样来被神来拣选呢 他被神拣选的时候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在大家的程座表都有了 但是就是第27节 11章27节到第32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吧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他拉生阿伯拉罕 哈兰 哈兰山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 加拿底的吾尔 在他父亲他拉之先 阿伯拉罕各娶了妻 阿伯拉罕的妻子名叫撒来 那罕的妻子名叫密家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家和易家的父亲 撒来不生育 没有孩子 他带着 他选指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父阿伯拉罕的妻子撒来 出了加拿底的吾尔 要往加南地去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他拉共没了二百零五岁 就死在哈兰 在这个经文 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一章 至到第十一章的一个总结 也都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其实就是描述到阿伯拉罕的出身 和交代了之后出现的经文那些人物 在经文第十七章 第十七节 至到第三十节那里讲到 是一些基本的资料 的交代 让我们知道 当中的一些人物 的情况 特别是这里讲到 他拉他生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阿伯拉罕 拿鹤和哈兰 而哈兰有一个儿子 他叫做罗德 罗德就是阿伯拉罕的侄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 哈兰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死在本地家乡吾尔 于是罗德就成为一个 没有了父亲的孤儿 他拉的两个儿子 阿伯拉罕和拿鹤 割取了妻子 特别在三十节那里 交代了一个资料 就是阿伯拉罕的妻子 撒来他不能够生育 接着来三十一至三十二节那里 也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记载 他拉就带着他的儿子 阿伯拉 息抚撒来 和阿伯拉的侄子 罗德 从家乡吾尔 就去到加南地那里 途中 到达了一个叫哈兰的地方 就住在那里 特别在三十一节那里 我们去看看这段经文 我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拉要离开吾尔呢 在经文里没有直接的交代原因 但是有些识经的学者 他们就估计 那个原因就是 可能他拉 他之所以要离开家乡吾尔呢 其实可能家乡那里就被一些的以南人 就是一些外邦人来到去占领了 可能经济和生活都大不如前 所以就选择离开家乡了 又或者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拉其实他想离开这个丧子的伤心地 去领命一个新的地方 继续发展和定居 估计任何原因都好 值得留意的就是 阿伯兰他就没有发怨言 又或者没有一些另外的意见 他只是密密地来跟随 父亲的带领和指示 父亲他拉去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 而后来经文记载 他拉更加死在客栏那里 我们可以从阿伯兰的角度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他所面对的事情 首先是什么 他先是面对兄弟的离世 那个的伤痛 之后又知道娶了老婆 撒来 但撒来又怎样 不能够生育 在当时的时代 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够生育 其实是一个罪的就座 他自己本人都会感到很痛苦 会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要尽个本分 或者能力 可以能够生育 但是他不行 他就没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 心里面都可能很痛苦 可能也都会受别人的歧视 而作为丈夫的阿伯兰 可能他自己 他自己都不好受 因为 生不了孩子 丈夫的名字 就不能够存留后世 家谱不可以再继续延续下去 也都未能够履行 所谓叫做传宗 接代的一个责任 对于一家之主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而之后 他更加要去面对 父亲离世的一个伤痛 阿伯兰就是这样 带着这份伤痛 继续来到去 没办法了 要去带领家人 带领撒来 和侄子罗德 继续来到去向前走 从阿伯兰 他所面对的一个处境 某程度上 很可能都是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 就是说什么意思 在我们人 一个很平凡的生活当中 其实可能我们都很想 安然道日 大俗语话是怎么样 人生不如意的事是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十上八九 在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 是不似预期的 往往都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特别在前几天 我们敬拜队一起去练歌的时候 有位姐妹一起练歌 听到她一些分享 她分享在来练歌之前 她在家里出来 她在家里想着可以煮好饭 就可以吃好饭出来 当然她就照平时这样 煮饭 把饭都放在电饭煲上 按着电饭煲 等吃饭 如是等数十分钟 等完之后 这位姐妹就以为 可以有饭吃了 但谁知道打电饭煲 不太热 总之看到饭菜都不太热 不太热 不太熟 接着就查过究竟 她知道自己是按了键 开了力量 如是在调查之后 原来就知道 她的儿子是干了电饭煲 是的 即是说 这位姐妹按了 打电饭煲 但儿子以为好心 帮妈妈煮饭 又多按一下 即是关掉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煮了一会儿 就关掉了 总之 那位姐妹 饭又煮不了 又煮不熟了 又没有饭吃 又没办法 即是时间又趕 于是她就饿着 就回教会了 因为时间趕 接着她就搭的士回教会了 在搭的士的过程当中 姐妹就说去什么街 去教会 这个应该是长顺街 即是去教会 这个的士司机知道这位的姐妹 应该是教友来的 去教会 对不对 就开始跟这位姐妹来谈一些信仰的问题 听这位姐妹分享 其实这位司机就是怎么样呢 为什么她会这样来问这位姐妹一些信仰的问题呢 就是因为这位司机 其实她在50岁那一年 就因为一场大病 经历了 经历了人生生死的难关 幸好仍然健康 就可以开车 就可以开车 所以她对信仰也很有兴趣 就问姐妹一些信仰的问题 当然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居然有人送上门 问你信仰问题 对不对 那你会怎样呢 哇 真是立刻把握机会来跟她分享福音 那这个姐妹真的是 就去跟她分享自己的生命的见证 以及很弱劣地说了一些福音内容 在车上又为司机祈祷 在过程里面也没有带司机信主 但是也鼓励她日后能够去认识信仰 就是这样下车了 回到来教会练歌 这位姐妹就分享了 我听完这个分享的时候 对啊 我也觉得一个平凡的机会坐的士 虽然大家都不是经常坐的士 但是有机会坐的士 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神却用得着这个机会 可以能够去建立 包括建立司机 还有建立这位姐妹 即她的歌的经历 其实这位姐妹 其实她之前是怎么样的 她没有饭吃 又饿着 可能是怎么样 可能很气愤的 或者可能会骂个儿子 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儿子在外面 出刺好心 对不对 就是帮妈妈 对不对 那个姐妹可以是这样的 情绪可以很低 可以很烦的 但是她选择了 去平静自己的心 还有更加的在的士里面 她来到选择 来到去 就是把握机会 来到去 向这位司机 来到去传福音 好见得到 就是这位姐妹 真的很好 就是她 勇敢地来到 向这位的司机 来到去传福音 在这个 这么难得的机会里面 顶姐妹 就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去细心去察觉 就是神 其实有很多的恩典在里面 其实 在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 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 可以回到来教会 有健康 有声音 可以来到去 重赞神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是吗 希望我们能够来到去 从一些很细微的事情里面 我们都来到去 感受到神 所给我们的恩典 而这个 亦都是对神 一个信心 操练的一个开始 接着来 去看经文 阿伯兰 他在客栏这个地方 父亲 他拉 死了之后 阿伯兰 他遇见了 一些什么的事情 让我们来到去 继续读经文 十二章 我们读三节 一至三节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对阿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就作你的 我必就作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就在阿伯兰 仍然寻找出路之際 耶和华 他没有来到去放弃阿伯兰 相反 耶和华神 来到去主动的 来到去寻找阿伯兰 在经文第一节那里 这么说 耶和华对阿伯兰说 这个这样的说话 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 第一次跟阿伯兰的一个对话 而这个对话 也都在人类历史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耶和华神 他吩咐阿伯兰去做什么呢 在这里 他这么说 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和父家 本地是指导 他所在的国家 而本族 就是指导 他的故乡 他和他的亲戚 居住的地方 而父家 就是指导 一些物业 属于他的物业 以及一些 直系亲属 居住的所在 其实按当时的文化 人是不容易 离开自己的国家 因为他拥有很多的 家财眷属 或者他也有很多 生活的习惯 自我形象 信仰等等 全部都是在这个出身地 都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他要离开自己国家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要离开固有的身份 文化 习惯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要重新适应 更加可能 是面对什么呢 面对一些文化 和信仰的冲击 以上所说的 种种的因素 可能白兰都要去想过 度过 要面对过 才去走 而他要去哪里呢 目的地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参考新疆希伯来士都知道了 其实他出去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他去哪里 就是这样 这样 阿伯兰就继续去 接着来 在第二节 神如何来到去 应许阿伯兰呢 这里有两个向导 第一个向导 就是为了自己的向导 第二个就是为了别人的 而在经文那里 讲到就是 神会使阿伯兰成为大国 大国其实是指导 他会拥有自己的国土 国民 宗族的一个语言 文化等等 而在这里这样的记载 其实是回应上文创世纪第十章 第五节歌的地图言语和立国 也都在这里 立国也都是暗示了 其实阿伯兰将会拥有自己的后裔 除了拥有国家之外 神也都经文继续讲 神会赐福给他 而这个赐福包括是什么呢 包括是一些物质上面的供应 例如有足够的粮食 或者是在出产地那里 也都是有一些出产一些栽种的东西 包括五谷、新酒和油等等 也都有不同的家琴 或者是畜牧之类之类的家琴 能够可以做买卖 以赚取金钱 除了物质之外 神也都应许祂的名为大 意思就是祂有明星 有好的明星 有知名度 亦都受人的尊重和景仰 在这里也都是特别回应到前文 上文第十一章 巴别塔事件 人为自己的缘故留名 因为那些人在巴别塔 起巴别塔的时候 那些人其实要为自己留名 其实是出于他们的骄傲罪性 而在这儿经文第二节 神给亚伯兰有好的明星 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厚爱 而这个恩典不单止给亚伯兰 他自己本人 更加重要的是第二个向导 就是要使其他人 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气 原来神的心意 其实就是要赐亚伯兰福气 更加重要的是 透过亚伯兰 他能够可以祝福更加多的人 而第三节那里讲到 神就先来赐福给一些祝福亚伯兰的人 然后再扩张 伸延到来赐福给万国万族的人 都要得着神所赐的福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之前巴别塔的事件 就是人只为事 以为自己 人拥有很多风光伪迹 就忘记了神背后的工作 现在在这里做一个对比 就是阿伯兰其实他知道 是神的赐福 这个神的赐福 其实就是源自于神的一个源头里面 人不能够拿着这些福气 而取代了神的位置 人要认知到 神是无条件的 来赐福给人 人是要时尚 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来享受神所赐的福乐 在上个月的圣诞节的假期里面 我就有机会来和几位的弟兄姊妹和牧师 一起来到国内的一些老人院 和一些医院来做一些探访的工作 在当中来听到一位 国内的基督徒的医生的分享 原来他之前跟随香港的一些短孙队 就去了缅甸的山区 去做一些医疗短孙的工作 在这个旅程里面 他分享到他获益良多 其中一样就是 他为病人去医病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 不单止要去履行医生的本分 来负责去认诊 因为那里山区 都是比较贫穷和落后 那些人都是没什么钱的 还有也有很多的情绪 在这个诊证里面 他发觉到他更加需要 是要有一个服侍病人的心 是一个关心病人的需要的心 在当中他不单止去治病 就是开药、看病 更加的工作 更多的工作 他就是来关心那些病人 以及为那些病人来祷告 让那些病人 身心灵都得着一个照顾 他在这个行程里面 神改变了他的工作的态度 他都深信神让他在这次服侍的经历里面 让他知道 他的工作是要带着一份服侍和关怀的使命 让更加多的病人除了得着医治之外 身体得着医治之外 心灵亦都得着一个安慰和祝福 从这个医生的见证那里 我们可以去看得到 人不单止要来到 得到神所赐过的福气 更加要将这个福气是怎样的 带给其他人 好想在这段时间 就是你和你隔壁的说 你的生命要成为人的祝福 是的 我们亦都予此鼓励 我们不单止自己去享受神的福气 而是真的我们要去 和其他人都要去分享 分享神对我们的恩典和福气 接着来我们继续去看经文 阿伯兰他怎样来得着神所赐的福 他怎样来回应神的呼召 让我们继续读经文 在第四节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 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阿伯兰出客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阿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而罗德 连他们在客兰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去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阿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事件地方 摩利尽数那里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而和华向阿伯兰显然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侯蕊 阿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然的耶和华 足了一座坛 从那里 他又迁到八特里东边的山 支搭上旁 西边是八特里 东边是崖 他在那里 又为耶和华足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命 在经文的第四至第五节 那会说到 阿伯兰他就照着神的吩咐 那就去了 当时他就已经七十五岁了 年纪都已经不轻了 但他仍然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 就连同他们留在客兰的所有的财物 资产 薄皮之类 就一起启程去加南地 在过程里面 可能阿伯兰他都不舍得客兰的所有拥有的一切东西 可能他的心里面 可能都有一份的挣扎 争扎和一份的无助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不知道去哪里 又不知道去到那地方的环境是怎样 总之可能是有很多的疑问 很想很想的来搞清楚 就好像我们团契搞生活营 负责人都很想知道营地 究竟那个情况是怎样 那些设施是否合不合团友去用呢 或者营地需要一些什么物资 可能我们自己要带去的呢 营地的膳食又怎样呢 交通的安排又怎样呢 因为有些营地搭车去不了 又要走或者走完一轮楼梯 特别我们如果长者去Camp就会难些 又要搭车才去到 种种种很多的原因 我们需要来到去考虑的 考虑完了 OK了 跟着才去租 对不对 我们都要清楚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回阿伯兰 在他的处境当中 他当然也没有这些基本资料来去参考 对不对 他只是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说去哪里 他就是去哪里 他就没办法了 就是要凭着对神的信心 他仍然甘愿靠着神去冒险 离乡别井 穿山过水 长途不舍的 决定来到神 要祂去的地方 而这个行动 正正就是表现了他对神哥的信服 他对神哥的信心 要深信神 他会来保守和带领他 在经文的第六节那里 阿伯兰就继续走 去到一个地方 就叫事件地 特别是经文也提到 他在那个摩利杖树底下 那个嘉南人就住在那里 为什么经文那里特别要提这个杖树呢 如果我们参考后些小先之书 河西亚书那里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杖树其实是嘉南人 他们拜偶像的地方 因为他们相信 杖树 他们拜的时候 树就被风吹 有些风吹草动 有些叶或者树就会移动 透过这个现象 他们就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也很有趣 这样去拜偶像 树移动 就知道未来的事情 就是这样 他们有拜偶像的一个习惯 神就要在这个地方 特别特别提醒阿伯蘭 加南人他们的文化和习惯 都是以拜偶像为主 因此阿伯蘭 你要提阿伯蘭 要去防备 加南人他们拜偶像的一个习惯 也都与此同时 提醒阿伯蘭 要去小心 小心加南人 可能你又在阿伯蘭的处境去想 可能阿伯蘭都会猶疑 为何神要赐这块地给我呢 他可能都会有很多的疑问 于是神就继续说话 特别在第七节那里说 神就对阿伯蘭显然 要赐这地 给他的后裔 他这个经文所说 不是赐给他 而是赐给他的后裔 说这句话 如果你是阿伯蘭 你会怎样呢 更加更加困惑 第一 可能就是 你会问 为何我帮人的地 神会赐给我呢 有什么好处呢 但更加重要就是 他老婆怎样呢 生不了 你还跟我说后裔 何来有后裔来成继 这个土地的继承 可能阿伯蘭 也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经文呢 就是说阿伯蘭 他怎样来回应 神的说话呢 他呢 阿伯蘭就 为耶和华神 来祝一座坛 阿伯蘭祝坛的目的呢 可能就好像什么呢 上文第八章那里 好像罗亚那样 罗亚同样来祝坛 来向神献祭 目的呢 就是要来到 向神去献上感恩 和赞美 神就保存了他们一家 那同样 阿伯蘭同样在这里 来到去向神献祭呢 可能的目的呢 也是向神来到 去献上感恩 和献上众赞 虽然可能他 就是刚才所说 可能他仍然有 很多的挣扎 或者怀疑 但是呢 他仍然来到 去相信神所说的说话 继续的 来到 去向前行 去到八特里这个东边的山 他在那里呢 亦都是叫做 去计居了 那就是 去计居了 那就是 支搭帐 那就是向神来到 去祝坛 来到去祝拜神 来到求高耶和华的名 阿伯蘭在 拜偶像的地方 你会见到他 不是跟随那些的 加南人来到去拜偶像 而是去祝坛 来到去祝拜神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勇敢的一个行为 来到去见证神 来到去祝拜神 可以见到 阿伯蘭他对神 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 深信是神会保护 以及带领他 在这个拜偶像之地 来到见证他 曾经在影音视团的网页里面 就看过一个艺人兼主持 杨瑞伦的一个见证的分享 大家知不知道 谁是杨瑞伦 知道 就是什么呢 就是昨天大结局的大帅哥 如果你有看电视 我也是看过几集 有见到他出现 他就是被大帅哥迫去当兵哥的镇长 我看他的见证 原来他也很爱主 他有很多经历的信仰 他就分享到曾经 他参加过电台所举办的全能私仪大赛 并且获得冠军 很厉害的 从此拿冠军 接着就踏上演艺之路 由很多的节目 直到有一次因为节目总监要求他 主持一个有关于风水的一个环节 一个节目 要求他 但是他因着信仰的缘故 就坚拒推却了主持风水的节目 最后被公司暂停了所有工作的安排 虽然在他分享当时他因为这样的坚拳 来推却的缘故 他就似乎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 但是他认为他所作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心里面也有着一份的平安和兴散 他分享有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听一下 杨帅林说 他觉得神往往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经历很多的困难 是叫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倘若我们只是看得见眼前的信景 才懂得感恩的话 可能神和我们的关系未免太枯淺了 基督徒其实要在艰难的困苦当中 经历对主完全的交托和信靠 这一个只是对神真正的信心 他就是这样来分享 其实他自己也体会到 在生活里面作的每一个决定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够去荣耀神的命 也能不能够去让神的国度得以扩展 他就是这样在演艺的事业里面 继续坚守信仰 继续为主留下美好的见证 在杨瑞林的职场的见证里面 他都面对了很多挑战 但他都能够可以靠主 来继续站稳 来对主继续有那份信心 同样今天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我们都面对很多的挑战 无论是家里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在我们工作里面 都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对神的信心又如何呢? 我们可不可以靠着神 有些东西我们叫做Stand firm 就是我们要站硬 我很喜欢青少十二楼 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呢? Stand firm in Christ 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里面 来到去站立得稳 我们究竟有没有这份对主的信心 能够可以站立得稳呢? 我们有没有来到去信得过神的能力 可以带领我们度过每一个的难关呢? 总结 阿伯兰他的经历当中 他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 之前其实他都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刚才也说过面对很多的问题 包括可能家人的问题等等 他都要背负很多的重担 和承受很多的压力 但在那时候 神就和他相遇 他就听从神的命令和吩咐 就要去神所要去的地方 而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八节 那里去说 阿伯兰在神的面前心里成实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对神其实没有诡诈 也没有怨恨 他只是以一复单纯的信心 来到去仰望神的带领 而之后的每一步 无论他去到哪里 他都以实际行动来回应神 来到向神 献上感恩和信心的摆上 重温 经文给我们的有几个教导和提醒 第一就是在我们平凡的生活里面 我们都要来去察觉 神给我们有什么的恩典和保守 让我们遭遇不同的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都认定 神会和我们一起和看顾我们 祂不会丢弃我们 第二就是当神来去赐福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成为神所赐福给我们一个人 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将神的福气 要来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来去经历 我们自己的生命 都经历神更加多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增长了 而第三 我们被神去赐福之后 我们要以信靠和信服的态度 来去回应神 以信心继续跟随主的带领 让我们一起低头去祷告 好 主啊 我们知道 人非有信 就不能够得到主你的喜悦 因为到神你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神你会想赐那些尋求你自己的人 神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祈求 我们认定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依靠 你就是我们那位信靠的对象 昔日有很多的见证人 见着神你自己在他们身上面的作为 因此我们要来到去 在你面前 我们要放下自己一些的软弱和想法 全心忍耐 来养望神你自己恩手过的带领 今天阿伯兰哥的经历 也都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提醒 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我们都愿意继续以感恩和赞美来去回应你自己 神啊 我们求你 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大兄姐妹 都得到神你自己的赐福 更加的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 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求主你来到去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多谢你 多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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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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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狼 阿们 阿姥 阿 colleg 阿们 阿ер 阿